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我和大家更新一些兩會方面的資訊 全國政協委員洪明基提出了個建議 建議國家要全面禁止未成年人玩網路遊戲 到底為什麼這麼說呢? 我們看看他所說的原因是什麼 各位北京,全國政協委員洪明基 他在3月6日接受未來網採訪時表示 不能夠再被遊戲害人 各位委員贊成管控大學生玩遊戲的時間 除此之外,還要全面禁止18歲以下的未成年人玩網路遊戲 他表示雖然遊戲是設置了防沉迷的功能 但是很多小朋友對網友的依賴都是成人 根本控制不住玩遊戲的時場 如果管控遊戲的手段達不到效果 更加希望國家出台政策 全面禁止未成年人玩網路 而他還說玩遊戲的危害太大 殘害了小朋友的眼睛 幾乎找不到眼鏡不近視的中學生 他更加是扼殺了人間最寶貴的親情 現在遊戲越來越刺激 他將人性裏面最可怕的東西 貪婪、殘暴、自私全部激發出來 那這裏你只說禁止人去玩遊戲是不對的 為什麼呢? 那你為什麼不罵出遊戲那些公司 出遊戲那些公司將它變成沒有了這些貪婪、殘暴、自私便行 全部一起玩貪食蛇、玩踩地雷、玩捷籠都可以的 而這個人他亦都呼籲教育改革 他建議將基礎教育十二年學制縮短到九年 當中小學就五年、初中兩年、高中兩年 小朋友六歲以上就可以上學 十五歲可以高中畢業、十九歲大學畢業之後 喜歡學習的學生就可以繼續深造 不愛學習的是進入社會 結婚生仔同事業發展互不衝突 另外校企可以聯合辦大學 根據社會需要重新編寫教材 教學的內容要跟著時代 經常要換身 令到小朋友一進入大學 就知道自己的就業方向、理論、學習 和工作實踐各佔一半學時 其實他所提出的這一件事 我想他都讀了很久 我想很多成年人現在想起 可能都會覺得 讀書那段時間是最開心的 因為你可以說得上是無憂無慮 你唯一要擔心的可能就是你的成績或功課 如果那些成績功課 你都叫做可以處理得好的話 其實你翻學等於是一個很開心的時光 但是這個人提議小學五年 初中兩年、高中又兩年 六歲以上可以翻學十五歲高中畢業 十九歲大學畢業 其實是為甚麼呢? 我這樣覺得 他為的就是想些人 早日出社會工作 早日出社會工作 就可以早日結婚生兒子 這一件事 他講到很明白的 結婚生娃 和事業發展互不衝突 用這些手段 其實是扼殺了一般人去吸收知識的時間 你原本六年要讀完的東西 你又將它濃縮到五年 六年要讀完初中高中的 你又四年壓縮下去 其實知識面吸不吸收得到呢? 填納式教育其實一直都是大陸有的東西來的 就算是現在也有不少填納式教育的事件出現 如果是這樣做的話 其實就會令到這些學生 在讀書的時候非常之辛苦 因為他們將自己學的東西 是壓縮了縮短了 在這幾年入面要學完它 那其實呢? 難怪他提出不玩遊戲 因為如果你玩完遊戲的話 就不能夠做到他所謂的教育改革 因為你這些時間去玩遊戲 你就沒得讀書 但是讀書是不是真的那麼重要呢? 是重要到你連休息的時間都沒有 這樣講啦 你說禁廣遊咧? 其實呀 他用父母阿姨阿媽的手機玩不一樣 你怎樣禁呀? 你根本禁不到的? 你與其擔心別人玩遊戲學壞不如 提出意見 要求遊戲做改革 全部不可以有血的 但你又不敢向這些大財團去開刀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你提出這件事 真是被你懵中了通過了的話 然後遊戲市場又大跌 那怎麼辦呢? 那遊戲的股票大跌的話 那你是不是罪人呢? 之前呀 有一段事件又是跟遊戲相關的 搞到那些遊戲的科技股大跌 已經是嚇到 然後呢? 那那聲做一個反應 令到他們止跌 那即是說很簡單啦 大公司大財團呢? 我就不動他啦 但反過來 你們呢? 就不給玩遊戲 然後呢? 同我濃縮了些學習時間 最好上學的時候呢? 甚麼都不要做 就只是讀書 讀完書之後 那那聲出來結婚生仔 做社會似狼 而這個洪明基 建議推廣陷入式的幼兒園 由政府和企業合作 在工作園區設置幼兒園 招員工在附近的企業上班 小朋友都可以入幼兒園 而且不限戶籍 不看房產 家長上班 將小朋友帶過來 下班 再將小朋友帶回家 這個模式可以令到更多的員工 就帶娃上班兩北五啦 方便又安全啦 一舉兩得 那他最後講的東西呢? 那我就認為是有建設性的 因為呢? 好多人啦 其實父母 都是要上班的 好多好多都是的 因為你現在這個社會 你不是父母都做事 其實好難去處理得到 甚麼的房貸呀? 日常生活的開支呀? 還有小朋友的開支 就變成 沒有人抽到小朋友呀 如果家裏的四大長老 沒有空 或者他們仍然在開工的話 基本上是搞不定的 但是啦 這些幼兒園 如果在公司附近 或者在工作園區有的話 基本上是可以放心很多的 那因為有些甚麼事呀? 父母都可以即時出現到嘛 那上班都安心啦 但除了這一個建議之外呢 他其他所講的東西 我就不算得想太過認同啦 你要禁小朋友打遊戲 是完全禁不到的 他不玩網路遊戲 他都可以玩單機遊戲的 那到時單機遊戲 好多人玩的時候 你是不是要禁這些單機遊戲呢? 就算是我們呀 小時候都有玩遊戲啦 當時有沒有那麼嚴重呀? 遊戲其實都是一個產業來的喔 如果學他這樣講 那大陸的電競隊 是不是全部可以收皮呢? 電競這件事 都是比較年輕的時候 反應最好 最顛峰奇的喔 如果學他這樣講 你18歲以下 你接觸電競這行運動的話 你就犯法了喔 所以他提出禁止美成年人玩網遊 可以講得上是天荒夜譚的 那當然啦 我不是一面倒地說他提出的東西不好呀 他最後所講的 就是幼稚園 要開在這些公司或者園區附近 令到他們能夠做陷入式呢 我是認同的 好啦 那今集呢 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 那大家對於今集的內容有什麼想講呢? 下面留言啦 那我們下集再見啦 拜拜